空拍画面可以看到一座横跨河流的桥梁瞬间冒出浓烟呈现殉壮云 可见爆炸威力非常大 这是乌克兰军队周日释出的画面 地点显示是在俄罗斯的库斯克 也就是乌军这两个礼拜攻入俄国的地区 乌军表示这是一座重要的大桥 而这已经是乌克兰在一个礼拜内炸掉的第二座 用意主要是为了阻断俄罗斯跨过塞姆河 避免库斯克的俄军从其他地方拿到更多不济 另外同样在库斯克的画面 实际地点是在当地城市库尔恰托夫市核电厂的外围 民众用手机镜头拍摄 可以听到空袭警报响起 而且还传出爆炸巨响 日前俄罗斯国防部就有警告乌军 如果袭击当地核电厂呢 他们就会采取更强硬的回应 因此这一连串军事行动很有可能会升高当地的战火情势 搭乘乌军安排的采访专车 外国媒体终于进到乌军 在俄罗斯境内占领的城镇苏查 从被烧成废铁的坦克 到被子弹打穿好几个洞的路牌 苏查镇上到处能见到炮火留下的痕迹 包括试验跟采访团在内 外国媒体下车采访还得小心炮弹 乌军入侵俄罗斯领土已经进入第十二天 他们说控制了超过一千一百五十平方公里的土地 还有82个村庄 乌军向西方媒体公开的 不只有前线的战况还有被他们俘虏的俄罗斯士兵 战斧印证员表示他们向俄军俘虏提供枕头毯字还有牙膏牙刷洗衣粉等日常用品还开放战斧白天散步 甚至还有每周一次的三温暖 要让战斧们能享受人道待遇 电视频新闻组合报道 乌克兰苏美边境 乌军的坦克不断增援 8月6号乌军就是从这里闪电入侵俄国的库斯克 乌军首度释出最初几个小时的作战画面 俄国边境的哨战被乌军轰成的废墟 寡不敌众的俄军举手投降 同时乌军的伤兵也从前线徒步送回后方 乌军的坦克还穿越龙牙障碍继续往前 这是二战之后俄国本土首度遭到入侵 一个多礼拜之后 西方记者也只被允许到残破的哨战 无法进入库斯克 因为乌军人在库斯克以每天一到两公里的速度推进 俘获上百名俄军 要荣誉还是要活命 俄军当然选择保命投降 整个阵地的俄军沦为接下囚 乌军还要他们亲口向俄国总统普京求饶 原来乌军留活口 这是要换回精锐的亚素营战俘 但是普京还没点头 现在乌军宣称至少深入35公里 占领1150平方公里的土地 面积相当于台湾的桃园市 总统泽伦斯基还要把刚刚拿下的苏甲镇 当作前进指挥中心 乌军已经拿下苏甲东面的出入口 稳住控制权 苏甲镇北边的两股部队 继续突破深入丘陵带 但是有补给线拉长的风险 苏甲西边的村庄群乌俄双方还在争夺中 但是乌军的态势已经很明显 逐渐包围战略要地科列涅卧 这是一座人口6000多的小镇 有铁路通过 是前进基地的好位置 此外现在英国允许乌克兰使用英制的武器来攻击俄国本土 印证了先前就传出英国挑战者二型坦克早就开进了库斯克 挑战者二型能够先瞄准锁定目标 再计算距离较准射角 40秒内能射击八个目标 乌军如虎添翼 但是也有例外 英国还是没有允许使用远程的暴风之影飞弹打击俄国本土 这或多或少反映出西方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互动 并非无限制的支持 西方人在怀疑乌军能否保住战果 纽约时报也认为乌军恐怕曝露出其他防线的弱点 让俄军趁虚而入 俄军似乎也没有中吊虎离山之际 继续强攻乌克兰东部的顿内斯克战线 乌军的后勤枢纽 波克罗夫斯克逐渐面临包围 战况没有乐观的本钱 提供宣布导 乌克兰特种部队继续推进俄国境内的库斯克 他们攻入俄罗斯本土后 在丛林中枪林淡雨的作战镜头 首度对外曝光 画面排下他们成功普及一辆俄国军车后 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条笔直大马路 一片最后除了看见四散的俄军遗体外 似乎没碰到更多阻挡 乌克兰士兵大笑出声 不敢相信真的轻松就这样攻进俄罗斯 这段影片还能看到一辆美国提供的 MAX Pro装甲车也跟着缓缓往前 他们说他们在专门的选择 并不断向防御兵 然后每个战士 即乌克兰电视台记者进到俄国拍下乌军拔除俄国国旗影片后 更多类似的摘旗画面陆续曝光振奋军心 根据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 乌克兰目前仍持续沿着主要高速公路深入库斯克 而乌克兰自己则宣称掌控超过1000平方公里土地面积 而且俘虏大量俄国士兵 除了有俄军被拍到在乌军指挥下列队行走 还有更多人狼狈趴地束手就擒 数量恐怕有上百人之多 而且不止库斯克 连临近的贝尔戈罗德都进入紧急状态 从乌军发动突袭以来 俄国边境撤离的居民超过13万人 许多人谈及战火打进家门 坦言感受很复杂 乌克兰对库斯克的突袭行动进入第十天 边境地区还有更多军车持续开往俄国 俄罗斯看来也还是难以抵挡乌军的无人机攻势 一夜之间又有四座俄国空军基地被锁定 还传出有俄国战机遭到摧毁 俄军这回真的慌了手脚 一段卫星拍下俄罗斯疑似怕乌克兰再推进 紧急挖出新的战壕 而且位置距离边境超远有45公里 为了保住普京的炎灭俄罗斯张贴广告招募人力挖战壕 并开出上看4000美元约台币12万的高薪 不过更重要的救兵似乎还在半路 俄罗斯战争期间不只打压独立媒体还开始限制YouTube的网路速度 他们对外声称是要逼YouTube解封俄国官媒 实际上也是借此淡化各种不利俄军的西方讯息 对于库斯克战况 泽伦斯基表示进展顺利 而这些推进的范围也被视为乌军想在边界设置缓冲区 以防俄军频频用滑翔炸弹攻击 但相关的突袭画面无一向对普京疯狂打脸 昔日的第二大军事强国颜面彻底扫地 点新闻送个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